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陈耶吉金正恩争议的最新后续 根据媒体报道 陈耶吉预定在今天 参加自己主演的电影 雷雷雷的记者手印会 虽然就在前一天 发生了操作金正恩的争议 但是一开始 经纪公司对电影制作组表示 会在当天下午发表立场文后 明天会如期参加记者手印会 但是到了下午8点半 经纪公司突然告诉电影制作组 今天不能发表立场文了 不过会参加明天的记者手印会 但是希望能在现场 阻挡有关金正恩的问题 但是电影制作组表示 非常困难 无法阻挡记者们的提问 结果在9点10分左右 经纪公司通知电影制作组 陈耶吉因个人原因 无法参加明天的记者手印会 整理一下就是 陈耶吉方本来是想在 昨天下午发表立场文 但是因为某些原因决定不发表后 就要求制作组 希望能够阻挡记者们 提问有关金正恩的问题 然后在得到会有困难的回复后 经纪公司直接就通知了 不参加手印会 因为陈耶吉方的这种反应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网友们 都非常相信 第一社的爆料内容都是事实 然后在昨天 一位韩剧戏干的工作人员的留言 也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我是当时的工作人员 何俊阳演员 真的非常辛苦了 因为羞耻心也非常痛苦 真的是无法理解 只是因为那种理由 就给一起工作的伙伴痛苦 不管怎么样 真的很心疼当时非常拼命 尽力拍摄的蔡元 蔡元是最大的牺牲者 看他IG天文的话 确实是当时的工作人员 然后不只是这位 因为也有很多工作人员 在网上爆料 蔡元在现场虽然因为剧本时常被改 也因为伤自尊性的事情 偷偷哭泣过 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对于自己的工作 都是非常努力的完成 也总是以微笑对待工作人员们 就是因为蔡元这种惊艳的态度 很多网友们都开始叫蔡元是 AirPods蔡元 嗯 长得像吗 当然不是 Pro就是professional的缩写 一般用在专家专业人士 而在韩国对于非常惊艳 有职业意识的人也称为是Pro 用演员来做比喻的话 今天你的爱情系对象 是你非常不喜欢的类型 或者是你的仇人 再或者是你的黑粉 嗯 但是开始拍摄的话 你会演得好像没有它就世界末日了一样 我们就会说它 哇 真正Pro的 所以网友们就把AirPods Pro的Pro 换成是蔡元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现在开始蔡元是Pro的代名词 蔡元真的是蔡元fessional 太棒了 选拔最棒的蔡元 蔡元Deuce101 阿蔡元DT加油 这个我来解释一下 在希腊神话中代表爱情美丽的女生 Aproditte 用韩文说就是Aproditte Aproditte 因为Pro等于蔡元 所以Aproditte就等于阿蔡元Ditte 阿蔡元Ditte 阿蔡元Ditte 太喜欢了 其实我们家也有四个蔡元 AirPods蔡元 iPhone蔡元 iPad蔡元 Backbook蔡元 抓养养蔡元 下一个消息是 根据媒体报道 女团IOI将在出道5周年的5月4号 将以完全体育粉丝们进行直播 2016年在最后一张完全体专辑 Miss Me活动的时候 IOI有对粉丝们说过 成员们都说好会在5年后 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 都会聚在一起与粉丝们见面 所以为了与粉丝们5年后再会的约定 成员们将会在5月4号聚在一起 但是 从2019年开始就有过完全体回归 9人组后回归等的消息 结果最终都没有实现 希望这次一定能成功 不过突然发现 IOI解散已经5年了 在5月3日才会测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